因为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以色列这个国家。 作为一个二战后通过移民建立起来的新国家,以色列和犹太人是绑定在一起的。 按照以色列的回归法,只有血缘上被认可为犹太人,才有资格规划成为以色列公民。 从以色列建国的历程看,多数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都来自欧洲。 而在我国的开封,多年来也活跃着一只人数不多的犹太人。 最近几年,据说还有几名来自开封的犹太人后裔移民以色列。 他们的先辈在千年之前顺着丝绸之路飘洋过海,自中东抵达此地,慢慢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 直至今日,尽管以色列国家已经建立并颁布了回归法,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返乡, 开封的犹太人依然决定留在这片他们熟知的土地上,并未返回先辈的故土。 他们究竟是如何认知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感的? 开封,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称,也是多种文化和宗教的交汇点。 犹太人群体的存在,为开封增加了一份独特的魅力。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犹太人最初是在10到12世纪之间,经由著名的丝绸之路,从中东迁居到中国。 他们的迁徙与宋朝的兴盛恰好相遇,开封作为当时的都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居住地。 这些犹太商人带来的商业技术,包括银行业务的初步形式,他们在开封开设了货币兑换所,以支持长途贸易活动。 这些兑换所,不仅服务于犹太商人自己,也对周围的中国商人开放,逐渐成为当地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犹太人在纺织和珠宝加工方面的专长,也为开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们在本地生产丝绸和珠宝的技术中,引入了中东的先进技艺,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犹太人在开封的宗教活动同样丰富多彩,他们在城中建立了犹太教堂、礼拜寺。 这些礼拜寺不仅是他们进行宗教仪式的地点,也是教育和社区活动的中心。 犹太社区内部举行的宗教节日和仪式,如安息日的庆祝和赎罪日的斋戒,都在这些礼拜寺中举行。 与此同时,犹太人与当地社会的交流和融合逐步加深。 宋朝时期的开封社会对外来文化相对开放,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保护。 犹太商人在与中国商人的日常交往中,不仅在商业上进行合作,也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互相影响。 例如,犹太人的饮食习惯逐渐融入了中式元素,他们也开始欣赏和参与中国的节日和传统活动。 1605年,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的一次偶遇,让他首次接触到了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 这次遇见的对象是爱田,一位年轻的犹太商人。 爱田在与利玛窦的交谈中提到,他来自开封,那里不仅居住着庞大的汉族社群,还有一个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犹太社群。 这一信息立刻激起了利玛窦的好奇心,因为在当时,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记录相当稀少,他们的存在几乎被外界遗忘。 受到爱田信息的启发,利玛窦开始组织一次前往开封的旅行。 他不仅自己兴趣浓厚,还通知了其他在中国的传教士和欧洲学者。 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都对这个犹太社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通过实地考察,更好地了解这个群体如何在宋朝首都这样的历史文化名称中保持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与宗教信仰。 到达开封后,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首先注意到了这座城市的多样性和历史深度。 他们参观了犹太人的礼拜四,这是一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其建筑风格融合了中东和中国的元素,显示出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逐渐融入,但又保持独特性的生活方式。 礼拜四内部,犹太经典与汉族的文化遗迹并存,这种视觉与文化的交融给访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与开封的犹太社群交流中,利玛窦和其他访客发现,尽管这个社群相对封闭,他们非常欢迎外来者的探访和交流。 社群成员热情地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宗教仪式,解释了犹太教的各种习俗,比如安息日的庆祝方式,赎罪日的斋戒仪式等。 这些仪式不仅展示了犹太教的严谨和深邃,也让外来的访客们对犹太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此外,开封犹太人还展示了他们如何在宋朝首都这样的文化交汇点中维护自己的商业活动。 他们介绍了自己的银行业务,货币兑换服务以及与汉族商人的合作模式。 这种经济上的互动不仅让犹太社群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和繁荣,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和理解。 以色列国的成立和随后的《回归法》在全球犹太社群中引起了广泛的回响,很多犹太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回归祖国。 然而,对于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来说,这一法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与祖先的中东故土渐行渐远,与开封这座城市的深厚联系和文化融合,使他们更倾向于留在中国。 开封的犹太人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已经深深扎根于这片中原大地。 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乃至饮食习惯都与周围的汉族社群无异。 犹太节日和仪式虽然依旧被保留,但许多传统已经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融合。 例如,他们在庆祝犹太节日时,也会使用中国的食材和烹饪方法,如将中国的糯米和蔬菜融入传统的犹太菜肴中。 此外,犹太人在开封的婚丧喜庆等社会活动中,也常常采用中国的礼仪和习俗。 开封的犹太社群虽然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汉族没有明显的区别。 他们参与当地的节日庆典,与邻居们一起庆祝春节和中秋节等传统节日。 在这些节日中,犹太人和他们的汉族邻居们会一起吃团圆饭,放鞭炮,欢庆节日的到来。 这种文化的共荣使得开封的犹太人感到自己是这个社群的一部分而非外来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犹太家庭开始采用汉族的姓氏,进一步表明他们与这片土地的紧密联系。 在他们的生活中,汉语成为主要的沟通语言,犹太语渐渐只在宗教仪式中使用。 他们的孩子在当地学校接受教育,与汉族孩子一起学习和玩耍,他们之间的友情没有因为宗教或文化的不同而受到影响。 因此,当《回归法》提出时,开封的犹太人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激动情绪。 对他们来说,开封不仅是他们的居住地,更是他们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尽管他们仍保留着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一些习俗,但他们的生活已经与开封这片土地密不可分。 这种深刻的地域和文化认同,使他们更愿意继续在这里生活,而不是迁往遥远而陌生的以色列。 尽管大多数开封犹太人已逐渐融入汉族社会,但在开封的一些角落,如南教金胡同和北教金胡同,仍然保留着犹太人的历史痕迹。 这些地方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许多犹太人已经改为汉族姓氏,但他们的祖先历史仍然通过石碑和文献得以传承。 这些遗迹成为研究中国犹太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开封丰富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在开封的南教金胡同和北教金胡同,狭窄的街道两旁依旧可以见到一些带有明显犹太特色的建筑。 这些建筑多采用砖石结构,外观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如非沿翘角和雕刻精美的木门窗,同时又保留了一些犹太传统元素。 比如梅色洒,一小段经文装在门框上的装置,以及一些希伯来文的雕刻。 这些细节成为了街道上不可忽视的文化印记,吸引了无数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及游客前来探索。 此外,一些老旧的石碑散落在胡同的转角处,上面刻着希伯来文的碑文,记录了犹太社群在开封的历史和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贡献。 这些石碑经过数百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屹立不倒,象征着犹太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持久影响。 这些碑石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贯通古今的纽带,使后人得以窥见犹太人在华的生活风貌与文化特色。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以色列可不算是太平。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产生了长期的武装冲突,国内基础设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以色列的国民保经战争的摧残和困扰。 而在这几年的发展当中,相应的情况也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由于美国方面所施加的相关压力,以色列目前再次和伊朗产生了对峙。 就在前一段时间,伊朗还派遣了大量的无人机对以色列境内进行了报复性的轰炸。 相应的战乱可能还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够稳定下来尚未可知。 他们本身就期许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度。 而现在这一愿望已经达成了,为何还要返回故土呢? 更何况,这一部分犹太人的后裔已经完美地融入到了我国社会当中, 他们有着正当的职业,过上了平稳安定的生活。 有着这么多的牵绊,即使是条件允许,他们可能也不会选择再回到故土,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 是否能够返回故土,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并不重要,眼下的安定生活才是最为重要的。 如今,他们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也不禁令人感叹我国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有条件子,不禁令人感叹我国文化的王子。